我问一下柯文哲专家各位事 我刚刚讲 柯文哲是政治生命建立在网路平台上的网红政治 所以一旦没有了网路流量 就等于没有政治生命 所以网路流量就算腰斩 那表示政治能量也跟着腰斩 然后网路的空军很现实 因为赵绍康也是大军压境 然后这一个蔡英文赖清的萧美琴也是大军压境 柯文哲这一次的文宣 他主打就是什么 他主打就是打蓝绿 他没有别的 大家来看一下 像是你看他这个戳破清德的九大谎言面具 你看他的封面 他的封面就非常的负面 那么负面状况 那当柯文哲在攻击别人说 你观看次数只有五万的时候 怎么会有两万多个人来按站呢 他就觉得你这就是网军 那结果就马上网友就找到说 不对啊 你观看次数五千多的时候 你的战有六千多更超过 所以到底谁是网军 因为他会不会挤 他会挤啊 为什么 你看这个赵绍康上这个贺龙 上贺龙的时候他也挤袭的提问 光这影片的话 他的流量在一天 他其实就已经 我看到今天他可能会累计起来 他可能会破百万 对 那现在的这个赖清德 萧美琴跟蔡英文的影片 我们来看 这什么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说 当他已经破百万了 其实我觉得要破百万 还是要感谢一群所谓的磕粉 不理智的磕粉 因为那一天其实刚开始 是没有破百万的 那就在吵说 是不是有网军 然后接下来就说 那个萧美琴在后座没有绑安全带 那你听到你就会好奇 就会想要去看 对啊 像我就是好奇去看 结果没有看到萧美琴在后面嘛 对不对 因为原来那个是 只是一张这种所谓的这个 叫做照片 对宣传式的照片 所以没有戴安全带很正常 所以在所谓磕粉 找了很多的麻烦的时候 就吸引更多的人去看 那更多人去看 其实有非常多 柯文哲支持者 本来很多就是阴粉 我要讲 不是说绝大部分 就很多是阴粉 尤其是在2020的这个 所谓这个政党票的这个架构来看 我们都很清楚 你要 我就问一个问题嘛 如果你本来就是阴粉 你看到蔡英文在开车 然后这么温暖的这个画面 你的心里会什么 你的心里就会想起蔡英文 但他想起蔡英文的这个念头 会不会引起他去投票 这机会非常的高 那柯文哲紧不紧张 紧张嘛 那号称柯文哲有很强的 战国雄风团队 那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做的事就是去按倒战 你要知道他的倒战第一天累积五万 第二天总共有十几万 到今天本来有二十几万 结果突然间YT给他砍半 只剩下十几万倒战 那你去看 他现在的战就破了十四万 那YT把他的倒战一半给他消灭掉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有很多的网军去按这支影片倒战 那这事实可证 到底谁才有网军嘛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大家去看 那柯文哲会不会紧张 会紧张啊 那我们来看 谁帮柯文哲拍影片 木曜室 木曜室 那木曜室帮柯文哲拍影片 那这个影片其实也是最近才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临时 但是绝对就是最近才拍的 那可见柯文哲一定是非常慌张 一上去你会看到 其实观看的人数就非常多啦 但是这个人数 其实也没超越所谓的赵少康啦 那为什么 那他在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老梗 因为之前木曜已经帮忙拍过 一日幕僚非常爆红嘛 那你知道现在 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柯文哲的粉丝的心胸 要宽大一点 原因是什么 他们现在在群組里面在传 这个木曜室超完的母公司 大家来看 麦卡贝 他旁边的联名的赞助商是谁 台延 那台延是 台延是不是绿的 对 不好意思讲 目前国营事业 对那请问一下 麦卡贝的母公司是谁 是三立耶 所以有很多的柯文就在讲说 啊怪不得 这个流量没有冲起来 一定是他们不用心去推 因为这就是三立的 三立 因为三立的子公司是 木曜四超完啊 所以他们不是太努力 我觉得是柯文太狭隘了 不能这样 好不好 但是木曜四超完有可能 是柯文的最后一发 我觉得 好我现在看喔发烧影片第一名是贺龙夜夜秀赵绍康上的那一团啦 那已经破百万了 现在累积一百四十一万啦 那木曜是四十九万啦 然后是这个台资源跟客妈妈来了这样子 对那大家来看喔 就累积的一日排行榜啊 目前喔 在今天喔 今天的增加的流量来讲 赖清德的 你知道赖清德YT本来没人看 好不好 讲直白一点 赖清德YT的订阅数 跟他的这个流量一直以来都不高 但是你知道他居然因为这支影片 他现在排行是第二名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名 才是所谓柯文哲跟木曜的这个 去妈妈家吃饭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两个都是赵绍康 所以赵绍康在这个美日的流量排名 已经就是一直稳定的在那里 我觉得柯文哲更糟糕的是什么 今天你今天跟木曜一起同台 妈妈吃饭 对不对 但是里面的人就问他关于两岸的议题 那他是不是昨天 他这个影片上架的时候 在两岸议题他有回应嘛 所以今天记者一定都会在问他 关于这个一中一台这样的问题 那你知道柯文哲居然怎么回 这明明就是影片是你上的 记者一定在今天一定会问你这一题 结果柯文哲直接回 目前事实上主流意见 不认为这世界上有两个中国 句号就这样没有了 他就回答完就走了 我就问嘛 你一个要选国家元首的人 你在回应两岸这么重要的议题的时候 你居然用句号两个字 就说句号就这样没了 走了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就说 他再好的脚本 当遇到所谓的政策 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国际外交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能蒙就蒙过 他居然可以告诉大家句号两个字 就是史上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回应嘛 那我们来看 他们里面开始就会有内斗了 党内的内斗最近也是有基隆市党部 基隆市的安乐区的主任 这个 谢立功 刘伟寻退党 就是退党 退党之后又有内斗 今天又有一个消息 本来民众党要提名的桃源的一位 叫做马志维 这位要竞选立委的 他本来要挂民众党 但是因为党内有人检举 说他是青红的 所以他就用武党籍的身份来参选 柯文哲也帮他站台 他今天是因为 这个有涉及反渗透法 所以现在被升押中 还没出来 对 所以其实 现在升押的人是本来要提名当立委参选人的 对 然后现在是挂武党籍 现在是被升押中 还没被交 还没交保出来 那 所以有非常多 其实民众党他是不是白色的 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问号 因为柯文哲他为了要选票 他去了北港朝天宫 北港朝天宫 他就当着这个所谓蔡永德等等的面 说当选后我要修排黑条款 那蔡永德的妹妹是谁 蔡永德的妹妹 他现在就是排名在民众党部分区 第十一位的蔡春筹 那他的妹妹排在第十一位 那其实就是安全名单 那你知道很有趣 他十二月三十号 他去那个台中的厂 只拿麦克风讲十几分钟 马上就跑去北港 去站这个台 他想说 哇 这好北港朝天宫一定都站在我这的 就你知道一月二号 赖清德去了 赖清德去北港朝天宫 这位蔡永德董事长直接就讲 那个民众党不分区没有关系 我总统是我个人立场 他就喊赖清德总统 所以直接就被拔装了 所以林冠姐也有收到一份 这个叫做 这个柯文哲执政台北市政绩一栏 做得像论文一样 来我给大家看 我刚刚这个收到这份柯文哲的政绩 正是症状的症 真的做得像论文一样 这高达两三百页嘛 最后是一百七十多页 一百八十页 然后这个柯文哲印了三叠出来 然后这个政绩很妙 他其实都在讲柯文哲的诗言 比方说 他这一页 黄色的mark 这通通都是网友整理的嘛 对不对 柯文哲这一份政绩 是将近两百页嘛 一百七十六页 好一百七十六页 好 然后呢 这种黄色的标题 并不是我画黄色mark的 然后柯文哲曾经施言的话 比方说 女生要不是有立腺体的话 地位会更低 重男轻女是生物的本能 当一个职业里 女生的数量在上升 就代表这一个行业在没落 不好意思 Cable的女生蛮多的 然后再来 他说 当聪明的太太 知道只要子女顾好 男人去外面晃一晃 还是会回家 女人的问题 就像出麻疹 出过就免疫了 然后他说 一夫多妻 是增加人口 比较有效的制度 好啦 这里头的 这一个一百多页 通通都是网友整理出来 柯文哲的 这一个零零种种的事迹嘛 对 那其实我觉得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啊 因为他曾经支持过柯文哲 而这一次看到柯文哲 人气 这么旺 他们很紧张 所以开始就用自己的方法 然后去整理 希望很多的柯文看到了 找回自己的良心啊 那他自己第二页就写说 他这个行动只是想要找回 曾经迷失了自己 就是他曾经是柯文 然后他把一大堆柯雨露 跟柯的零零种种的事迹 然后通通都整理出来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title 叫做找回曾经迷失了自己 哈喽大家好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